郭文貴議員 這一屆的立法會應該早已完結 《基本法》寫了我們的任期是四年 不是五年 不是繼續可以延伸 我站在這裡 現在這個議會我認為是違反《基本法》 是違法違憲的一個議會 我站在這裡是迫不得已 保皇黨當然想我們走 政府當然想我們走 你們不要反對聲音 要在議會搞一言堂 明明有個選舉 不去根據我們的《基本法》這樣去進行 剝奪了市民選舉的權利 怕輸 選都不敢選 賴疫情 這個是史無前例 這個也是展示給全香港市民 全世界看到這個政權 這個政府根本就是懦弱 這個這樣的 張超雄議員 請你回到這個辯論 他已經給了兩分鐘的時間 你講了少少你的理據 但請你回到這個辯論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你認為不合法的請你可以離開 不需要在這裏辯論 請你回到這個 2019年成民法 集項修訂條例草案的議讀辯論範圍 這個議會做不合法的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由一地兩檢去違反《基本法》 已經是違法違憲了 張超雄議員 第二個不該 張超雄議員 如果你不回到這個辯論 我就沒有中止你的發言 我就是說 根本這次我們就算在這一刻 應該是說施政報告 不是在辯論著現在這個成民法 兩天前 這樣的通知就說突然間不說 主席 你有沒有留意到 在《基本法》裡面 第六十四條 政府是有責任定時向本會 提交這個施政報告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也都有責任去看 去聽 去質詢 張超雄議員 我已經是出了通告 解釋了為什麼今天不是作為做這個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已經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記得 你是有個憲制責任 去聽取這個施政報告的 為什麼去年你們去阻礙施政報告的發表呢 我最後警告張超雄議員 如果你不回到這個辯論 我只有中止你的發言 主席 繼續發言 主席 我很遺憾我去年沒有份阻止 因為我追監盤突出 我在醫院當時 第三個不該 我們現在外面幾大的疫情 幾嚴重的經濟民生受影響 我們根本不要浪費這個議會的時間 我們應該是說一些為民生 為我們香港社會的事 說優次這個成文法 老實說 真是有排都未到 不過你要這樣安排我們這些時間 明明施政報告要說 香港就突然間被人抽起了 根本這個議會 這個政府已經不是香港人的議會 已經不是香港人的政府 這個特首更加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這個這樣的2019成文法修訂 其實雜不能一大堆 很多技術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是有實質意義的 在裏面其中 張國君有說 一個主要的修訂 就是將高等法院條例第四章修訂 修訂了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一般來說 上訴庭是要三個法官組成的 現在就可以由兩個法官去組成 兩個法官組成都可以裁定一些案件 這些案件是包括了針對於由少於三個上訴庭法官組成的上訴庭所作的決定 而要求批語向終審庭提出的上訴 的上訴許可申請 那這種的申請呢 當然就是有關免免犯犯聲稱 也都未必是一定是免犯犯聲稱的 而另外一種決定就是針對原重庭拒絕批語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的決定 或者就批語該等許可而施加條件的決定 而提出的上訴 這些決定呢 以往是要由不少於三個法官組成的上訴庭去作出的 但現在我們就修訂了它 而當然呢 另外 也都是修訂了高等法院條例的第34B第5條 定明呢 一旦由兩個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 在各類的法律程序中 無法達成一致決定呢 除了該等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可以申請之外 上訴法庭也都可以主動作出命令 將有關的法律程序呢 是由三名的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 直前重新爭辯 而最後呢 就是釐清了一些的額外法官在原眾庭 或者上訴庭 是有權以書面方式去處理一些案件 無需親身去開庭進行聆訊 這三個的修正 或者應該說修訂 其中我想最爭議的就是我剛才說的第一方面 究竟這個修訂有沒有違反到一個所謂最高公平標準 所謂high standard of fairness 是由我們普通法裏面有案例已經是要求有這樣的標準 這個這樣的修訂 就是主要背後就是說增加那個靈活性 人手的調配 以及那個審議案件的效率 我們明白 過去呢 過去呢 過去大概十年左右呢 其實我們明顯反聲請的人數呢 是有不斷上升的 尤其是去到當這個 USM 所謂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 一個統一評估機制出現了之後 所引發出來的很多有關面牽反聲請的一些批 批核呢 其實是出現了相當多的問題 而其中的一大問題呢 就是聯合國的相關的委員會和人權組織呢 都留意到 我們的批核呢 那個的成功率呢 是出奇地低的 整體來說 我們過去在USM批核出來的呢 成功的比例呢 是大概百分之一 這個在所有聯合國底下 其他國家有關這個成功率呢 都是跟我們相差非常之遠 尤其是在一些先進國家 我不需要再重複了 在我們立法會的研究部呢 也都出過一些的研究報告 指出我們的批核的成功率呢 是跟其他國家相距數倍以至數十倍 這個這樣的情況 而引致到很多未能成功申請的 這些免遣犯申請者 或者在坊間我們叫做難民呢 或者是一些尋求庇護的人呢 當然官方呢 就不承認香港有難民的 因為香港根本沒有簽過這個難民公約 所以他們就只會承認一種叫做免遣犯的身份 但基本上都是一些由其他地方 在坊間裡 在坊間裡 在坊間裡